275位韩氏井南有序排队 领取各项为他们准备好的物资 中秋节快到了 仁安基金会基隆平安站 特地在慈人里民活动中心 举办韩氏庆中秋的活动 结合创为精密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以及基隆市达摩爱心会等善心团体 致赠韩氏们就业包 以及应洁的月饼和柚子等礼品 更特别提供情与两用折叠伞 鼓励韩氏振作找到适合的工作 重新自立回归社会 最主要是邀请基隆的街友 单亲妈妈以及独居长辈 社会员人等韩氏 一共275位到现场参加这场活动 我们在现场会发放应景的物资 像是月饼、柚子 以及一些清洁用品牙膏、牙刷 还有一件全新的衣服 让他们做更换 今年也很特别 给我们准备了这个折叠伞 那我们是希望可以帮助这个韩氏 可以透过这个 帮助他们找到就业的机会 让他们重新回归社会 非常感谢这个协伴单位的创回 精密材料有补费红协公司 以及达摩爱心会 来担任我们的协伴单位 以及赞助单位 许许多多的基隆士的善事朋友 一起来赞助这场活动 那我们可以顺利将这些 这些爱心的物资 发放给有需要的这些穷股 包括基隆市议员曾宜芳 也亲自到场关心韩氏们的生活状况 而在仁安基金会志工 以及创为精密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人员一起帮忙下 顺利圆满完成这项活动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请不吝点赞助